6月23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著名演员赵丽颖离婚后首次录制综艺的照片 从中可以看出,赵丽颖身穿蓝色衬衫,内搭白色上衣,非常直的头发披散在肩头 她妆容精致,自身的状态很好,丝毫看不出已经当了妈妈 但她的心情却有些闷闷不乐,称狠多余,还遭何炯提醒麻烦,偶尔说几句话 赵丽颖在节目中表现得比较佛系,好像什么话题和游戏都提不起她的兴趣 不知道心中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 对此,暖男无垒注意到了赵丽颖的情绪,问她开心吗?丽颖姐,有快乐一点吗? 相信有好朋友的加油赵丽颖也会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赵丽颖和冯绍峰两人于2018年直接官宣结婚,于2019年生下儿子 今年他们俩却突然官宣离婚,这个消息让很多网友不敢相信 也发出了感慨,难道娱乐圈就没有爱情吗? 日前就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来一组赵丽颖官宣离婚之后现身录制综艺的照片 她背着名牌包包,拿着围巾,戴着精致的耳环,把自己打扮得很时尚 虽然赵丽颖在节目中有一段时间的心情是闷闷不乐的 但她整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面对自己喜欢的游戏会笑容满面 也许赵丽颖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自己不擅长某些游戏和话题呢 既然离婚了就祝愿他们各自安好吧 未来也希望赵丽颖可以继续保持好的心情 大家不要过多猜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